这是一启令所有女性看完都会感到害怕的案子 一位清洁工在清理河道时宜外捞出一具被包裹的女尸 打开包裹后发现死者上身衣服完整但下身却没有任何衣物 从不满伤痕的大腿来看 女人遇害前极大可能遭受过非人的折磨 而警员大妮在看到死者脸上的疤痕后忽然感觉此人有些眼熟 她记得两天前曾在路上碰到一个女人在与另一个女人吵架 当时大妮留意她脸上的疤痕特别明显 所以对此人的印象很是深刻 由于昨晚刚刚下了大雨 队长阿颖二人对周围仔细勘察后 除了在附近的桥上发现几个泥泞的脚印外并无其他线索 大妮站在这里看着下游发现尸体的方向 她怀疑凶手在作案后就是从这里将死者抛了下去 不过让阿颖感到奇怪的是 一般这种侵犯的案子女性都会反抗挣扎导致衣服凌乱 但从死者整齐的上衣来看 她好像任由对方扯下了下身的衣服 而且更奇怪的是凶手又为何偏偏选择一个被毁容的女人作为目标呢 回到警局后 法医很快完成了深度事件 根据师班初步判断死者遇害的时间大概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 死因为溺死 法医在死者后脑还发现一处钝气击打伤 因此基本确定女人是先被人打晕然后进行了侵犯 最后又被凶手包裹起来扔进河里活生生淹死的 阿颖在听到死亡时间后察觉到不对劲 因为她原本猜测凶手是在晚上选择的无差别激情作案 可如今死者遇害的时间却是在光线很明朗的下午 这不得不让她怀疑凶手是目标性很强的选择死者进行的侵犯 再加上死者脸上的疤痕 阿颖猜测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与死者认识的人 出来法医是 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而且指纹在数据库对比后也没有结果 为了确认死者身份 警员小杰已经按照大逆提供的时间 根据监控找到了那个在大街上与死者争吵的女人 此人名叫周灵 是一名交手语的幼儿园老师 得到线索阿颖二人立刻找到了刚好下班的周灵 大逆一见面就留意到了对方手臂上的绷带 从周灵口中得知 照片上遇害的人名叫徐小珍 是他两年前在外地旅行结识的一名女友 当时因为他们二人恰好是老乡 而且还聊得很投机 所以他们很快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不过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乘坐的大巴发生了车祸 而徐小珍因为保护他不仅被撞地毁了容 在抢救几次后也一直处于昏迷之中没能醒过来 而至于那天的争吵 是因为突然醒来的徐小珍埋怨他把对方扔在了医院两年 对这件事他也感到很抱歉 因为毕竟徐小珍是为了保护他才毁容的 不过他也有苦衷 因为他的父亲患有眼疾而且听力也不好 所以他不得不在父亲与徐小珍之间选择一个照顾 阿颖听后试探地询问他手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而周灵一听神色突然开始有些慌张 他有些犹豫地称只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大逆听后忽然感觉这个女人似乎在有意隐瞒着什么事情 回到警局后 阿开很快调查了死者徐小珍的社交信息 档案显示他在五岁时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爸爸和妹妹 二十多年以来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 而他的母亲也因为当年的车祸精神上有些问题 不过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自从两年前徐小珍因为大巴事故在医院昏迷后 这期间医院曾多次联系他的母亲 可他的母亲不仅拒绝去医院认领徐小珍 反而开始在网上发布寻人启示说女儿失踪了 阿颖听到这条线索后感觉很疑惑 身为一个母亲 怎么会仅仅因为毁容就不认自己的女儿呢 为了搞清楚这其中的缘由 阿颖二人找到了徐小珍的母亲 而对方在看到死者的照片后 直接接连肯定这不是他的女儿 他称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很漂亮 就算毁容也不会长成这个样子 谈话间阿颖留意到了他头上的绷带 于是好奇地询问他是怎么受伤的 而徐小珍的母亲听到这个问题后 忽然开始有些慌乱 他吞吞吐吐地称昨天在路上被一个陌生人袭击了 结束询问后 大妮想起周琳手上的伤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两个可能与死者有关系的人 怎么这么巧同时受伤了呢 不过阿颖认为他们应该没有太大嫌疑 因为法医已经确认凶手是名男性 大妮为了搞清楚他们受伤的事情 她独自来到周琳交手语的幼儿园找到了她的同事 从他们口中得知 周琳在这里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 因为平时性格很踏实对小朋友又比较用心 所以不管是同事还是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但奇怪的是最近周老师总是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大家都打趣周琳应该是恋爱了 因为前几天有个叫小葱的男生经常来接她下班 不过周老师似乎并不喜欢她 大妮一听感觉这可能是条线索 于是立刻询问对方知不知道这个小葱是做什么的 同事仔细回想了一下 称她好像记得有一次她来接周琳时身上穿的是一家酒吧的工作服 警局这边的阿颖让警员调查了徐晓珍母亲的住院记录 资料显示她是在遭遇袭击后被路人叫救护车送到的医院 为了搞清楚她与周琳受伤的关系 阿颖二人按照救护车的出诊记录找到了徐晓珍母亲遇袭的地方 大妮戴上手套对这里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结果很快在一块塑料布下面发现一根带有血迹的木棍 阿颖健壮立刻准备将这根棍子带回警局进行化验 因为一旦可以确认上面的血迹是来自死者受伤的母亲 那么袭击者极大可能会在木棍的手柄上留下指纹 晚上阿颖按照大妮调查来的线索找到了那个与周琳有关系的小聪 可奇怪的是她却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周琳 在一番询问后 阿颖竟从小聪口中得知一个令她吃惊的消息 她称自己每天去幼儿园接下班的那个老师并不叫周琳而是叫徐晓珍 之前他们是一起上大学的同学 不过中间有两年时间徐晓珍好像消失了一样 直到一周前一次偶然他们二人才再次见面 至于照片上那个脸上有疤的女人 小聪称昨天下午她和徐晓珍曾遭遇了此人的袭击 对方拿着一个针管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幸好她替徐晓珍挡了下来 阿颖听后刚打算继续追问 不料小聪就突然开始面色苍白显得十分难受 没过多久她竟然直接倒在地上死了 将尸体带到警局后 法医很快完成了对这名死者的深度尸检 结果显示男人体内存在大量的高浓度镇定剂 她与死者临死前喝的酒精恰好产生反应 导致了她呼吸衰竭直接死亡 阿颖听后想起死者曾提到过的 为了保护周灵而被徐晓珍注射的事情 看来当时那个针管里装的应该正是镇定剂 但令她更疑惑的是 何道里发现的那个女死者到底是徐晓珍还是周灵呢 出来法医是 技术科对内根带血木棍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 报告显示上面的血迹并不是徐晓珍母亲的 不过经过D内对比 这些血迹竟与徐晓珍的母亲有着亲子的血缘关系 阿颖看着报告想起周灵手臂上的伤口 这一刻她好像彻底明白了他们身份的真相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她带着大尼立刻再次找到了周灵 见面之后阿颖直接拿出血液的对比报告 并当面揭穿了她假冒周灵的事实 阿颖已经调查了死者周灵老家的情况 她的父亲当年因为工厂事故导致眼睛和耳朵受伤 保险赔了两百万给她作为补偿 家境不好的周灵也正因为得到这笔钱才有机会出去旅游 不巧的是她在途中偶遇了同为老乡的徐晓珍 二人因为爱好相同又比较投缘 周灵便将自己父亲的事情告诉了她 阿颖猜测起初徐晓珍或许并没有打周灵那些钱的主意 可知道那次的大巴坠山的车祸 营救人员在营救过程中不小心弄混了他们二人的身份 而醒来的徐晓珍听见了医生对周灵可能永久昏迷的诊断 所以新生计谋将错就错打算代替她的身份 而至于周灵这次的遇害 阿颖猜测应该是她担心身份败露 所以和男友小聪一起和谋杀了她 被揭穿的徐晓珍听后连忙摇头 她称事情并不是阿颖猜测的那样 她之所以用周灵的身份 是因为她那个偏爱妹妹的母亲 当初五岁那年的车祸让她一下失去了两个亲人 由于她和妹妹两个人是双胞胎 伤心过度的母亲便一直对着她喊妹妹的名字 甚至在生活中也让她用妹妹的身份生活 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一直为了配合母亲假装着妹妹 直到那次旅行的事故 她得知周灵极大可能成为植物人后 忽然想起周灵她那失去视力和听力的父亲 那一刻她感觉这是上天赐予自己 挣脱母亲束缚的难得机会 于是她便以周灵的身份回到了她的老家 并像女儿一样照顾着她的父亲 直到半年后那位老人不幸去世 她才来到这个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过至于那两百万遗产 她始终都没有想过将他们占为己有 直到前几天她在街上看到苏醒过来的周灵 她忽然开始有些害怕回到以前的生活 不过后来周灵将她的身份 告诉了她躲避很久的母亲 昨天上午她走在路上 突然被母亲截住并发生了争执 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受伤扎到了手臂 而因为两个人情绪太激动 她还不小心将母亲推到墙上撞晕了过去 接着下午上班时 她再次碰到了袭击她的周灵 那个时候她才明白 原来周灵这么恨她 是因为她怀疑是自己杀死了她的父亲 为了结束这场误会 她便将那些钱全部取出来 并去旅馆找到了周灵 并告诉她其实自己有好好照顾她的父亲 不管周灵是否相信她说的话 她将那些钱留下便直接离开了 大逆二人听后很难判断 徐晓珍的话是真是假 而徐晓珍见警方仍怀疑她 直言她离开旅馆时 恰好被一个瘸腿的客房服务员看到 如果他们不信的话 可以找那个服务员证明她的情况 为了验证她的口供 阿尹按照徐晓珍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死者生前所住的旅馆 不料刚到门口就看到 有个一蹶一拐的男人从里面出来 而此人在见到警方后 更是慌张地打算逃跑 警员们见状直接将其控制了起来 随后阿尹让人检查了她的袋子 果然 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全是现金 将其带回警局的审讯室 面对证据男人不得已交代了真相 她称昨天徐晓珍离开后 她本以为那个房间的客人退房了 可没想到一开门禁 看到里面有个女人在床上数钱 由于她这些年治疗腿在外边欠了很多债 于是便偷偷跟踪女人并将其打晕抢走了她庄前的袋子 而至于死者下身裤子的事情 也是因为她一时没忍住动了坏心思 这个男人刚刚得知自己的妻子得了癌症 可他却在回家的路上高兴地吹起了口哨 然而就在他穿过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胡料车内的后座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巴 男人怎么也想不通 对方是怎么出现在自己车里的 他拼命挣扎企图反抗 但很快他就被毛巾上的迷药给迷晕了过去 而等第二天早上男人不但被路人发现死在了车里 甚至法医在检查他的尸体后 还意外地发现他的两个眼球都被凶手刻意给挖走了 除了眼睛上的伤口外身体表面没有其他伤痕 这就说明死者是被挖眼的疼痛活活给疼死的 不过让警方感到不对劲的是 横检科在车内并未发现任何血迹 可假如说凶手是在别的地方驱走了死者的双眼 那为何不直接将其抛尸荒野而是把尸体刻意扔进车内呢 刑警队长小曼感觉这次的凶手很不简单 因为以他以往经手的案子来看 越是这种带有仪式感的作案手法 就越说明凶手可能是在自信地向警方传达某种讯息 为了找出死者被杀的原因 警方很快调查出了遇害男人的身份 被挖眼的男人名叫赵文耀 36岁是一个普通的保险销售员 他的妻子林梅刚刚被确认癌症一直在医院治疗 如今赵文耀死了 就只剩下他们5岁的女儿被送到了他的爷爷家里 技术科这边仔细检查了那辆车子 确认车主正是死者本人 车上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已经被凶手带走了 不过警方在车后窗的玻璃内外侧 都发现了一些胶带粘过的残留物 一般偷车贼惯用胶带拉开车窗进行偷窃 再加上车内也发现一些挣扎的痕迹 因此警方怀疑凶手是事先通过车窗进入了车内 然后将死者给打晕带走了 很快 警员们根据车上的导航系统导出了车子的行事轨迹 记录显示在死者遇害前 这辆车曾在一家酒店门口停留过一个小时左右 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车子基本都处于运动状态 因此众人推测 凶手应该正式利用死者在酒店的时间进入了车内进行的作案 而就在警方准备去这个酒店调查时 警员大逆这边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死者的文章 上面不仅描述了赵文耀是个背着患癌老婆乱搞的男人 而且发布者还偷拍到他昨晚曾和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一起进入了酒店 二人看着这篇文章 他们留意到发布者不仅对赵文耀充满了痛恨 而且从拍摄时间上看也和死者遇害的时间很接近 因此怀疑此人极有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想到这里 小曼立刻打电话准备查出这个文章发布者的真实身份 随后他们来到了死者昨晚入住的酒店门口 不过一番观察发现周围并没有可以直接拍到这里的监控 二人拿着文章中那些偷拍的照片 尝试寻找出偷拍者昨晚躲藏的位置 他们顺着一旁的楼梯来到楼上的一个天台 大妮发现在这里拍的照片角度几乎与那个摄影师拍的一模一样 很快 警局打来电话找到了文章发布的IP地址 资料显示她是来自一个名叫杨洁的女人的家里 可就在小曼准备去调查此人的时候 不料警局突然打来电话称再次发生了命案 一个男人不但被人从楼上扔了下来 而且同样被驱走了双眼的眼球 不过与上一名死者不同的是 凶手这次还刻意剁下了遇害男人的十根手指 然而更让警方意外的是 警员阿泽已经调查了这名死者的身份 确认被扔下来的男人名叫王志阳 平时除了喜欢喝酒以外没有其他不良嗜好 而他的妻子也是一名普通的文员 所以他的社交范围与第一个被挖眼的死者没有任何交集 这就不得不让警方怀疑 两起案子的凶手极有可能是无差别作案 就在众人谈话间 小曼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这让他想起八年前一起类似的无差别挖眼案 他让警员找出了当年案子的资料 当案显示八年前两个女人同样被人挖去双眼割掉手指 而当时的凶手被抓到时 警方发现此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精神病患者 而他当初杀害两名死者的动机 只是因为这两个女人曾当面嘲笑过他的样貌丑陋 而小曼不愿意提起这起案子的原因 是因为当年他在调查此案时 意外发现他在大学的犯罪心理学老师陈教授 竟然是那个被抓凶手的心理医生 他偶然间看到了陈教授的电脑 在他的病历中 陈教授还详细地记录着凶手作案的整个计划 当时他一直想不通一点 因为凶手失控的情绪和严谨的作案手法是很矛盾的 他一直怀疑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导的凶手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帮凶竟然是他的老师 但由于只是一份病历也无法证明什么 不过后来离奇的是 那起挖眼案的凶手在精神病院被人给莫名其妙地杀了 而警方在凶器上很顺利地找到了他老师的指纹 但就在警方准备逮捕他的时候 陈教授竟然也在自己的车里自杀了 当时的爆炸直接将他的老师烧成了一具探尸 后来那起无差别挖眼案也不了了之了 众人看着时隔八年这两起案子的资料很疑惑 因为当年凶手的作案手法只有警方和陈教授知道 如果这次真的是有人在模仿作案的话 那凶手会不会是与陈教授有关系的人呢 但小曼还是想不通 时隔八年嫌疑人复刻挖眼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另一边的大妮找到了那个偷拍死者的摄影师家里 女人称自己就是杨洁 不过她之所以偷拍赵文耀 是因为本身就是依靠这些花编文章投稿挣钱的 大妮看着屋子墙上的这些照片 发现昨晚除了拍摄赵文耀外 她还拍摄了其他很多男女 看来她的目标并不是只是针对死者 大妮向她要来了昨晚拍摄的所有照片 因为她拍摄的角度很多都拍到了死者的车子 她打算回去仔细筛查一下 争取找出那个昨晚提前进入死者车内作案的凶手 小曼这边怀疑凶手是当年与陈教授有关系的人 她直接找到了大学时同班的闺蜜阿玉 他们从学校毕业就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阿玉称她当年记得陈教授好像无儿无女 因此她不认为凶手是与陈教授有关系的人 第二天大妮将包含所有照片的储存卡带给了小曼 而小曼一看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从这些照片上面的时间信息来看 拍摄者当时用的应该是连拍模式 而且拍到的其他男女进入酒店的照片都是接连十几张 可偏偏赵文耀照片只有两三张 小曼怀疑储存卡里面的有些照片可能被那个女人刻意删除了 二人察觉到不对立刻再次赶到了摄影师杨洁的家里 一过来他们就发现屋子的门是敞开的状态 小曼猜测屋子的主人应该离开得很匆忙 他们对整个房子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大妮来到卫生间 不料一推门竟发现有个女人惨死在了厕所里 大妮怀疑此人才是那个屋子的主人 而之前她遇到的那个女人 极有可能就是看到网上的文章前来灭口的凶手 小曼来到客厅看着墙上的照片 她注意到这个摄影师有打印纸质照片的习惯 突然一转身她发现打印机上的指示灯处于缺纸的状态 如果摄影师是在打印照片时被杀害的话 那打印机里或许还有未完成的打印任务 果然 当小曼将相纸扔进去后 一张张凶手进入死者车子的照片被打印了出来 而让小曼而人更意外的是 照片上除了拍到了刚刚大妮碰到的那个女人外 小曼的闺蜜阿玉竟然也恰好在死者的车子旁边 小曼看着这些照片 她忽然想起他们的老师陈教授 曾在大学时给她和阿玉说过自己的研究方向 陈教授发现所有的连环凶手的后代 他们在出生时身体内就会带着犯罪冲动的基因 而他们之所以还没有犯罪 是因为这些基因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陈教授认为使用正确的方法引导这些人 那么他们就可以变成下一个连环凶手 再加上八年前那起挖眼案的凶手 恰好就是陈教授的病人 因此小曼怀疑那名凶手很可能就是陈教授的研究对象 而如今小曼的闺蜜阿玉刚好也是一个心理医生 难道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将阿玉带到警局的审讯室 昔日好友现在成为了杀人的嫌疑犯 小曼劝他老实交代真相配合调查 因为警方已经查询了那个杀死摄影师的女人的资料 确认此人正是阿玉的病人 而且这个病人的父亲 恰好就是八年前挖眼案中离奇死亡的凶手 所以小曼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 阿玉就是在利用心理治疗模仿当年陈教授的实验 而阿玉面对他的指控并没有任何慌乱 他称自己那晚只是刚好在酒店门口碰到了那个病人 然后他们简单聊了几句就分开了 所以他不认为这是污蔑他涉嫌教授杀人的理由 而且他还反驳小曼 据他所知小曼的父亲年轻时也因防卫过当尸首杀过人 如果基因犯罪可以拿来作为证据的话 那小曼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罪犯 小曼没想到平日温柔的阿玉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告诉阿玉 警方一定会在扣留他的24小时内找到他参与作案的证据 出来审讯是 警员们这边已经调查了那个短发女人的社会关系 此人名叫姚婉依 六年前她的女儿因为脑部手术意外死亡 没过多久她的心里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更巧合的是 当时的麻醉师正是第一个受害者赵文耀 而且第二个受害者王志阳也恰好是那场手术主刀医生的助手 根据当年的档案显示 赵文耀和王志阳在那场手术不久后就主动辞职了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 当时参加手术的还有主刀的医生卢建业 如果姚婉依就是凶手的话 那她杀害两名死者就是在为六年前女儿的手术事务报仇 而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就是这个主刀的医生卢建业 得到线索警方立刻出动前往卢建业所在的医院 小曼让距离比较近的大妮先赶了过去 但尽管如此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的卢建业已经被挖去双眼拔掉了舌头 接二连三地被凶手赶在了前面 小曼推测姚婉依一定有个完整的杀人计划 回到警局 她立刻再次审讯了阿玉 可对方却始终坚称姚婉依只是她的病人 眼看24小时的期限越来越近 而外勤的警员们也一直没有找到姚婉依的下落 最后小曼只能不甘心地看着阿玉给放了出去 眼看案子即将陷入僵局 阿泽这边调查到 姚婉依的丈夫在她的精神出问题后就抛弃她离婚了 而且现在也已经成立了新的家庭 如果姚婉依的复仇还没有停止的话 那她的这个前夫应该就是下一个目标 为了防止姚婉依再次得逞 警员们对她的前夫的家周围进行了布控 不过这个男人在得知警方的目的后 她却不认为姚婉依会对自己下手 男人称当年女儿手术出事以后 她一直在妻子身边不离不弃地一起面对了整件事情 而他们后来离婚 也是因为妻子看到她就会想起去世的女儿 所以精神崩溃的姚婉依才提出了离婚 小曼为了找出姚婉依的下一个目标 她试图让男人尽量详细地说一下当年的细节 男人仔细回想了一下 她称当年姚婉依坚持认为那台手术过程中肯定有失误 因为当时那种手术失败的几率很小 她的妻子后来给了那个手术助理王志阳很多钱 并从她的口中得知了女儿手术意外的真相 根据她的描述 手术过程中是因为身为麻醉师的赵文耀剂量没有控制好 这导致他们的女儿在手术中醒了过来 但赵文耀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选择了事而不见没有及时处理 而更让他们夫妻愤怒的是 本来王志阳已经拿了钱并承诺了会在法庭上说出真相 可不知为何开庭当天却突然变卦了 而那个主刀的医生卢健业 她也在法庭上否认了那是一起事故 小曼听后想起三名死者的死亡方式 赵文耀因为事不见被挖了双眼 王志阳因为拿了钱反悔被砍掉了手指 而卢健也因为说谎被割掉了舌头 如果当年参与手术的人都已经遭到了惩罚 那姚婉怡的最后一步应该会去祭拜她的女儿 可就在这时 姚婉怡的前夫却想起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年她的妻子曾痛恨对方的律师为三个败类辩护 而当她说出这个律师的名字小曼直接惊了 因为当初为三名医生辩护的 既然是她曾经做律师的母亲 小曼一听赶忙给家里的母亲打过去电话 不过对方一直提示无人接听 另一边的大妮得到消息率先一步来到了小曼的家里 一进来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此时小曼的母亲已经被阿玉二人塞进了后备箱 大妮见状立刻上前阻止 而阿玉趁机则开车将小曼的母亲带走了 等小曼赶到时 大妮已经将姚婉怡控制了下来 他们试图质问出阿玉的去向 但姚婉怡似乎仍然沉浸在为女儿报仇的仇恨里 她想让小曼也体验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 几人僵持片刻后 小曼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阿玉打来了电话 小曼不懂平时很亲密的好友 为何突然这样对自己 另一端的阿玉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她让小曼在十秒钟之内杀掉姚婉怡 要不然死的就会是她的母亲 如此短的时间来不及思考 她很清楚阿玉说到做到的性格 小曼拔起枪就打算对姚婉怡下手 大妮二人见状立刻上来阻止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姚婉怡见识突然开始逃跑 但无奈她慌不择路 逃亡中被急速行驶的车辆直接撞死了 小曼见状拿起还未挂断的电话 她谎称自己已经杀了姚婉怡 而阿玉听后很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小曼想不通这个女人会将自己的母亲带到何处 于是带着大妮来到她的家里尝试寻找一些线索 阿丰这边给警局打电话打算调出交通监控 但阿玉的车子很快躲避监控开进了一条小路 另一边的小曼在阿玉的桌子上发现一张照片 而上面正是对方和陈教授的合影 此时的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就是阿玉很可能把陈教授的死算在了她的头上 因为当年是她发现了陈教授教授杀人的证据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她的母亲现在肯定已经凶多吉少 大妮劝她振作起来 而就在这时 小曼突然留意到了一封阿玉未拆封的信件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张陈教授名下公寓的水费单 小曼忽然意识到 阿玉与陈教授之间可能并不只是简单的师生关系 然而等小曼根据地址来到陈教授的公寓时 此时的阿玉已经等她很久了 小曼质问她母亲的下落 可阿玉却不紧不慢地说道 她称自己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八年 原来 八年前陈教授之所以被认定是杀死挖掩案凶手的嫌疑人 完全是小曼第一个赶到现场时 是她故意将陈教授的指纹踏印在了那把凶器上 要不是一个神秘人拍下了她伪造证据的过程 或许警方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真相 作为心理医生的阿玉很清楚小曼的想法 当一些罪犯无法被审判时 她就会有亲自审判他们的冲动 而这正是因为她的身体里有杀人犯的基因 身为警员的小曼突然被揭穿 她一时间忽然变得语色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审问阿玉 大尼趁着二人对峙的间隙 她来到屋子深处寻找小曼母亲的下落 可当她找到时 小曼的母亲已经被绑在椅子上没有了呼吸 大尼心情悲痛地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小曼紧张地向其询问母亲的情况 她看着大尼的表情意识到不妙 于是直接拔出枪打算为母亲报仇 而阿玉则毫不慌乱地拿出了一个盒子 大尼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小曼母亲的双眼 阿玉告诉她 其实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当初作为孤儿的她一直被陈教授资助到大学 完全是因为她小时候父亲杀死了她母亲的经历 所以陈教授认为她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说完她便趁着小曼沉浸在痛苦的功夫跑了出去 愤怒的小曼见状直接追出去对着阿玉扣下了扳机 随后她在大逆地带领下来到她的母亲面前 可她还没来得及悲伤 突然她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来自陈教授发来的短信 她在上面感谢小曼和阿玉让她验证了自己的犯罪基因实验 原来小曼也是她的实验品之一 而那个给阿玉发视频揭穿她伪造证据的神秘人也正是陈教授 这个女孩和男友吵架打算从10楼跳下去 可她的男友不仅没有劝阻还送了她一把 30多米的高度直接导致她内脏稀碎当场死亡 更离奇的是当警方赶到调查了女孩的身份后 竟发现这个女孩在三个月前已经被上报死亡了 而且当时的死因同样也是跳楼自杀 警员们疑惑一个人怎么会以同一种方式死亡两次呢 横检科对楼顶进行了仔细的探查 可除了在这里找到一双死者留下的鞋子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奇怪的地方 将尸体带回警局后 法医很快完成了对死者的深度事件 结果意外发现女孩脸上的黑质是刚点上去的 甚至就连头发也是刚刚染成的黑色 而且更重要的是 检验科还在女孩的血液和胃里发现了大量的致幻剂 并且下身还有很多被侵犯的痕迹 因此法医怀疑这个女孩的死与三个月前那名死者的死都肯定有蹊跷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警方仔细调查对比了两名跳楼女孩的死亡资料 结果很快在第一名女孩自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点 当时因为死者坠楼时面部着地导致容貌尽毁 分局的警员也只是根据女孩身上的证件和手机就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而对比刚刚跳楼的女孩完整的容貌来看 这名死者才是那些证件的真正主任李小慧 因此警方怀疑这两起看似自杀的跳楼 很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连环杀人案 而队长阿颖在看过资料后也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他在看过资料楼时不仅都是缸染的黑色短发 而且脸上的颧骨处还都有一颗小小的黑质 再加上第二名死者体内的致幻剂 阿颖猜测嫌疑人是为了囚禁第二名死者 所以才刻意杀死了第一名死者用来隐瞒真相 可他不明白的是 凶手为何要在作案前刻意将死者打扮一番呢 而且那名毁掉容貌的女孩的真正身份又是谁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警员大逆来到了李小慧生前上班的地方 从他的同事口中得知 李小慧是这家课外培训机构的一名辅导老师 三个月前听说他跳楼时大家也挺意外的 因为李老师平时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不过当时警方调查没有发现一点 所以这件事也就很快过去了 大泥厅后疑惑李小慧跳楼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女孩仔细回想了一下 称纸记的那段时间李老师好像谈了一个很神秘的男朋友 据说对方很有钱还开着跑车 当时大家还怂恿李老师带男朋友让大家渐渐来着 不过他这个男朋友好像很忙 约了好多次都没见到他的真面目 大泥厅后忽然感觉死者的这个男友很可能有问题 随后女孩又拿出了一箱李小慧之前的遗物 他称由于小慧在这个城市无亲无故 所以这些东西就一直没人来带走 大泥对里面的东西进行初步检查后 不料意外在里面发现一块男士的手表 如果这块手表就是死者男友的 那上面极大可能会留有此人的指纹 可就在他准备将这些证物带回警局时 一不小心竟在拐角处与一个男人撞到了一起 男人很抱歉地帮他收拾地上的东西 而大逆见状连忙让他放下 因为无关者的指纹落在上面会极大的影响警方的判断 另一边的警局内 警员们对比了三个月前第一名死者的特征与失踪名单 结果发现其中有一名名叫周兰的女孩脸上恰好有个黑字 而更巧合的是 这名死者的职业也是一名补习班的辅导老师 结合两名跳楼女孩之间如此多的共同点 众人猜测嫌疑员应该是有规律地选择目标进行的作案 可大家不明白的是 凶手为何对辅导老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呢 精通犯罪心理的阿颖告诉大家 一般像这种作案标签很固化的连环杀手 他们在行凶时都会刻意还原某种情景 以此来获得自己杀人的满足感 而且这两次的受害者还都被剪成了短发并点上了黑字 这就说明凶手生命中 极大可能曾出现过类似特征并且对其很重要的人 法医这边在检查死者鞋子的时候也有了新的发现 报告显示在鞋子的缝隙中残留了很多马粪的成分 而马场一般都是有钱人经常去的地方 再加上大尼调查到的死者男友开跑车的线索 阿颖猜测凶手很可能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男性 想到这里 阿颖立刻找到卧底出身的大尼 并让他去找线人调查一下那些置换剂的来源 因为一般买这种东西的人都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小混混 而以嫌疑人那种身份去购买必然会显得格格不入 大尼按照阿颖提示的方向找到了几个消息灵通的马仔 在向他们一番打听后 其中一个马仔告诉大尼 三天前还真有一个开跑车的人出来买药 而且当时此人出手十分大方 但由于对方形势谨慎所以没有看清楚长相 不过当时他感觉那辆跑车很酷 所以有留意到那辆车的车牌好 得到消息的阿颖很快对这个车牌进行了调查 资料显示车的主人是个名叫周天的律师 而且此人还有经常去马场消费的记录 得到线索阿颖立刻带人找到周天 并对他的家里展开搜查 将其带回警局的审讯室 阿颖质问他案发时间的行踪 而身为律师的周天一听自己扯上了命案 直言自己这些天一直在律所加班 而他的律所不但有监控 而且还有其他同事可以为他作证 至于街头买药的事情 他认为是有人假冒他的车牌进行的作案 很快警员小杰已经核实周天的口供 无论是监控还是人证 都可以证明周天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 阿颖听后感觉这次的凶手反侦查意识很强 不过就死者鞋底残留的马份 和周天的消费记录来看 嫌疑人盯上周天的车牌 多半应该也是在马场 因此阿颖猜测凶手 应该也是周天经常光顾的 那家马场的会员之一 为了验证这条线索 第二天阿颖立刻带着大妮来到马场调查 不料来到这里 大妮恰好碰到了昨天撞他的那个男人 二人简单打了一个招呼便分开了 可就在这时 警局的小然突然打来电话 技术科已经对李小慧一物中的那块手表进行了检测 结果发现上面除了死者本人的指纹外 就只有另一个男人的指纹 而此人正是大妮两次遇见的那个男人 大妮连忙解释当时他在捡东西时确实有接触过手表 可接着他又想起男人离开时 曾和补习般的一个老师有过眼神的接触 当时看他们的关系应该很不寻常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个老师也是短发而且脸上也有颗黑质 阿颖听后认为这不可能只是巧合 假如此人的指纹原本就在上面 那他在看到大妮去补习班调查后 极大可能为了躲避警方的怀疑 才故意设计了那场相撞的意外 如果此人真的就是凶手的话 那他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 那个与他眼神有交流的老师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二人立刻再次来到培训班调查 果然这里的负责人称 今天有个名叫王林的老师 没有请假无辜矿工了 而且对方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而至于照片上的男人 他们看着有些眼熟 因为前几天下班时 王林有隔着马路喊一个叫阿邦的男人 不过由于当时距离比较远 对方又戴着墨镜 只是感觉从脸部轮廓来看很像这个人 确认此人的嫌疑后 警方立刻将其带到了审讯室 可面对审问男人似乎显得很自信 他称自己叫李薇根本不叫阿邦 而且也并不认识什么王林 那天他去补习班也只是恰好路过而已 阿英早就料到此人不会轻易招供 不过只要警方找到他囚禁的那个女老师 那么他一切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 为了找到王林的下落 警方立刻对男人的住处展开搜查 但警员们仔细检查了每个房间 都未发现王林的踪迹 不过阿影在书柜中意外发现一张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正是高中时的 李薇和一个脸上有致的女孩 出来屋子后 阿影怀疑那张照片上的女孩 应该对李薇来说很重要 而且很可能她就是李薇心里开始扭曲的诱因 鉴于李薇谨慎的行事风格 阿影怀疑她应该有个专门用来囚禁女孩的基地 并且这个基地也多半不会距离她的家太近 因此阿影立刻下令让大家去仔细检查此人的车子 果然 当技术科对李薇的跑车进行检查后 不仅在上面发现很多泥土 而且轮胎缝隙中还加着很多铁蟹和机油 看来这辆车最近应该去过郊区或者乡下的某个废弃工厂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组织警力对所有可能的地点展开了搜索 而阿影这边为了找到李薇的弱点 从女孩的妈妈口中得知 12年前她的女儿小玉是一所高中的老师 当时由于李薇是她班上学习最差的学生 再加上她的父母又去世的早 于是小玉便经常对这个孩子额外的照顾 可正因为她经常在下课后去李薇的家里 学校开始传言她与学生之间有了不干净的关系 后来留言越来越严重 而小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选择从楼上跳了下去 可悲剧发生后留言仍没有停止 直到她在收拾小玉遗物时发现了一封遗书 而上面写的全是鼓励李薇不要自卑努力学习的话 阿颖看着这封遗书感觉这或许就是李薇的弱点 果然当她将这封遗书放在李薇面前时 听到小玉名字的她立刻眼神就变得柔和起来 她慢慢地将遗书打开 熟悉的笔迹一下将她拉回了高中时的回忆里 她回想起老师的笑容和善良 眼角也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阿颖见状站起身来提醒她 如果是到如今她还是无意悔改的话 那说明她老师12年前的跳楼就显得毫无价值 说完准备离开时 沉默许久的李薇突然说出了一个位置 阿颖听后立刻将这条信息告诉了大妮 而大妮果然在李薇所说的位置发现了那个被囚禁的女孩 这是一起令所有父母看完都会直接暴怒的案子 一个五岁的小男孩被残忍杀害后抛尸到了野外 法医检查尸体发现孩子浑身上下都布满了被虐打的伤痕 更变态的是凶手竟然为这个男孩穿上了一套女孩的公主裙子 刚从边境嫉妒科调过来的女队长阿颖看着这一幕 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平和的城市里 竟然也会隐藏着如此心理扭曲的凶手 警员小军已经调查了周围的环境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很少有人过来 所以周围最近的监控也在两公里以外 面对如此棘手而又令人愤怒的案子 阿颖让大家立刻调查失踪人口尽快确认孩子的身份 很快 警方根据报案记录找到了孩子的父母 夫妻二人看着昔日活泼而如今却异常冰朗的孩子 母亲直接贪软地跪下来不断呢喃着儿子的乳名 等二人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后 阿颖试图从他们口中了解当初孩子失踪的情况 可就在这时 孩子的父亲刘波却一把扇在妻子的脸上 并口中大喊着要不是他 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孩子的母亲周瑶被打后并没有觉得委屈 反而一种似乎已经习惯了挨打的样子 从他口中得知 五天前丈夫突然接到工作需要出差 再加上儿子小杰刚好放暑假 他便想着带他去游乐场王了 可就在他买东西时突然看到一个小丑在对着小杰挥手 由于儿子从小就有多动症情绪不稳定 他难得看到小杰这么开心便没有多想 可没想到只是一转头的功夫 等他在找小杰时他已经不知所踪了 后来他沿着林街的店铺一个个询问 可一番寻找下来大家都从没有见过小丑路过 阿颖听后看着这个可怜的母亲想起刚刚动手的刘波 于是询问他对方是不是经常打他 而周瑶一听胆忙解释说没有 只是最近因为儿子的事情他才情绪有些激动 送走孩子的父母后 警员这边已经统计了最近失踪孩子的资料 不料发现除了死者小杰以外 还有另外一名六岁的孩子也在那片广场区域失踪 虽然分局的同事已经排查过监控 不过由于这两名孩子失踪的位置都恰好在盲区内 所以很难锁定真正的嫌疑人 阿颖听后认为此人的反侦察能力应该很强 从死者身上的虐打伤和被刻意穿上的裙子来看 嫌疑人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癖好 而此人两次拐骗小孩都是在广场附近 这就说明那片区域对他来说应该很熟悉而且很有把握 因此阿颖认为嫌疑人居住在广场附近的可能性很大 由于现在没有更好的调查方向 阿颖只能带着警员大逆地毯式走访了广场附近的小贩 他们向邻街的老板们打听五天前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路过 可一番询问下来 这些商户都只记得那天有个女人慌张找孩子的事情 接连走访了十几家店后 他们来到了一家手机配件的小门面 不料这里的老板恰好是大逆之前抓过的一个小混混 从他口中得知 由于五天前有个女人大喊着小丑拐走了他的孩子 于是这些天他便有刻意留意广场的人群 结果就在昨天 他看到有个小丑走进了对面的占卜社 得到线索的二人立刻来到了这里 可还没等他们开始询问 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直接开始要求他们交出手机 理由竟是为了避免占卜的过程被泄露 阿颖见状便假装顾客将自己的手机交了上去 随后他们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一间黑乎乎的屋子 另二人意外的是 这里的占卜师在见面后一眼就认出他们是警察 甚至还直接说出了阿颖父亲的名字 大逆见状感觉有些玄乎 于是追问既然他如此神通 那能不能算出另一个失踪的孩子在哪里 占卜师听后笑了一下 告诉他们在明天早上的九点 那个孩子就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最开始失踪的位置 阿颖不想再听此人胡扯下去 于是打算直接质问他小丑的事情 可大逆却及时制止了他 从占卜射出来后 大逆认为可以先看看明天的情况 假如这个占卜师真的就是那个小丑 那他在明天如果能把孩子交出来的话再抓他也不迟 回到警局后 法医阿敏这边也完成了对孩子的深度尸检 令他意外的是 这个孩子身上有些瘀伤行程至少已经有十天以上 因此阿敏怀疑死者还未失踪时就已经被人捏打过 而且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据死者父母交代 这个孩子失踪的时间是在五天前的中午 可阿敏在尸检后推算出来的死亡时间却是在六天前的晚上 假如他的父母没有记错时间 那就说明这个小朋友不仅在被拐之后就遭遇了不幸 而且他的尸体还曾被藏在了一个高于常温的环境里 因此才导致了死亡时间的结果不准确 阿敏听后想起那个喜欢打妻子的刘波 再加上周瑶曾说过这个孩子生前有多动症 他怀疑那些早前形成的伤痕应该是他的父亲殴打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阿敏带人来到了刘波的家里 而此人在得知警方怀疑他打孩子后 直接气愤地打算将阿敏二人赶出去 不过还好他的妻子及时安抚了他的情绪 周瑶很确认地告诉阿敏 他清晰地记得小杰失踪的时间就是在五天前的中午 因为当时他有打电话报警的时间记录 就在二人打算离开时 阿敏忽然留意到了旁边柜子上的一张合影 而上面除了他们夫妻二人外 那个占卜社的占卜师竟然也在其中 阿敏察觉到不对劲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夫妻二人口中得知 那张照片是他们在大学时乐队的合影 当时乐队里有四个人 张波是鼓手 而周瑶则是乐队的主唱 后来他们二人结婚有了孩子 也就慢慢地没有了玩乐队的时间 阿敏听后忽然有种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他们孩子的死痕 可能并不是无差别作案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阿敏带着大妮找到了照片上的禽手阿邦 而他在得知刘波和周瑶的孩子遇害后 显得很悲伤 他称其实在大学时 他们三个男生都很喜欢周瑶 可不知为何到最后周瑶偏偏选择了刘波 虽然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遗憾 但二人结婚时他与吉他手阿翔 还是去祝福了他们 阿颖在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后 直接询问他知不知道周瑶经常被刘波殴打的事情 阿邦听后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失落 他称自从婚礼完成以后 他们四人之间就很少联系了 不过后来听说阿翔做了占卜师 还能偶尔与周瑶见个面 而他由于每天都要忙着交情 所以只能偶尔发个信息问候一下 出来秦航的阿颖二人总感觉 那个占卜师有问题 假如明天另一个失踪的男孩 会像他说的那样如约出现的话 那此人八成也可能是杀死小杰的凶手 第二天 他们按照时间提前等在了广场附近 眼看时间越来越接近九点孩子人未出现 阿颖怀疑这个占卜师是在戏耍他们 可就在他准备将此人带回警局时 远处的广场中间 果然出现一个身穿粉色裙子的男孩 阿颖赶紧起身寻找周围可疑的人 突然他留意到人群中 有个拿着气球的小丑 而此人在察觉到异常后 更是心虚地开始逃跑 阿颖见状立刻追了上去 可由于对方对这里太过于熟悉 阿颖很快便跟丢了 大妮这边在安抚好孩子后 立刻赶到了占卜社 她本以为那个小丑就是这个阿祥假扮的 如今看来 这个占卜师应该还有其他同伙 大妮在看到他的耳机后 更是直接拆穿了他骗人的把戏 当开始她还疑惑这里的工作人员 为何一定要把顾客的手机收起来 现在她才明白 每个顾客的手机里 都有自己的各种隐私和浏览记录 只要藏在后台的工作人员将手机破解 那么获取里面的信息后 他们就可以通过耳机来制造无所不知的假象 将其带回警局的审讯室后 得知自己惹上命案的阿祥无奈地告诉警方 其实他并不是小丑的同伙 两天前假扮成小丑的阿邦 突然到占卜社找到了他 对方说他发现了刘伯经常在家殴打周瑶的事情 所以希望他可以一起出面去劝一下昔日的队友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阿邦不仅对周瑶依然没有死心 甚至还经常背着刘伯去找阿瑶 于是当天晚上他便去了阿邦的家里 并尝试劝他不要插足破坏周瑶现在的婚姻 可就在二人叙旧时 他忽然听到礼物传来一阵孩子乌业的声音 他正打算进去查看 却被阿邦拦在了门口 当时他有从门缝看到一个孩子被绑在椅子上 还有另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 其实他在大学时就知道阿邦有这种扭曲的癖好 但那个时候只是偶尔接近小朋友并没有到绑架的地步 可没想到如今他的癖好竟然变得如此危险 于是他便警告阿邦两天内尽快把这些孩子放了 如果不放的话他就去警局揭发他 而昨天他们去占卜社打听孩子的消息时 他已经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便又打电话催他把孩子放了 但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已经有孩子遇害了 阿祥说完还称如果警方不信的话 可以现在去看看阿邦的家里 因为他的屋子里到处都是那些变装的衣服和假发 为了验证他的口诺 阿颖立刻带人来到阿邦的家里调查 果然一进来他就发现了另一个被绑架的小男孩 而且门后面还挂着很多小姑娘穿的小裙子 对这里一番检查后 警员们在屋内找到了一瓶用来迷晕孩子的药水 阿颖在卧室的书架上 更是发现了很多阿邦偷拍周瑶的照片 看来此人仍对已婚的周瑶保持着念想 阿颖立刻下令对阿邦展开抓捕 可令警方意外的是 阿邦竟主动来到了警局自首 而且他很直接地承认了就是自己绑架的那些孩子和杀死了小杰 他称自己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小杰的多动症经常惹得他的父亲生气 而周瑶为了护着孩子 同样经常遭受到刘波的毒打 而他也多次劝过周瑶离婚 可他为了孩子还是不肯 于是他便想着从根本上解决掉小杰 这样周瑶就再也不会连累挨打了 阿颖听完他的作案动机感觉很是牵强 如果他真的想将周瑶拉出火海 那他为何不直接杀掉刘波呢 因此他怀疑阿邦一定还有什么事情隐瞒着警方 出来审讯是 法医这边在对比阿邦绑架的几个孩子后也发现了异常 他留意到其他找回的两个男孩虽然都被穿上了裙子 但他们身上并没有任何被虐打的痕迹 反而是遇害的小杰 他身上的伤痕却数不胜数 而且他在其他两名孩子体内都发现了残留的迷药 而小杰体内却没有 这就说明杀死小杰的和绑架那些孩子的并非是同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 他再三确认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确认这个孩子在六天前的晚上就已经遇害了 这样看来周瑶在五天前带孩子出去逛街这件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法医大胆猜测这个周瑶极大可能与孩子的死有关 阿颖听后忽然想起主动认罪的阿邦和他家里的那本相册 难不成这个痴情的男人是在为周瑶顶罪吗 察觉到异常的阿颖立刻将周瑶带到了审讯室 面对警方对死亡时间的质问 周瑶沉默片刻后突然大哭起来 他称其实自己不是故意的 那天丈夫说要出差 而他因为第二天要带小杰去医院复查看病 所以希望丈夫可以留一些钱下来 可刘波却认为这个多动症的孩子越长越不像他 甚至怀疑小杰是其他男人的孩子 丈夫离开后他心里又委屈又心烦 他想让小杰安静下来自己好静一静 但无奈这个孩子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后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变得那般疯狂 为了让他闭嘴镜直接失手将孩子掐死了 而这一切恰好被经常来找他的阿邦给看到了 阿邦为了帮他脱罪 便计划着让他第二天去没有监控的广场假装孩子失踪 而他则假扮小丑将这一切伪装成无差别绑架案 最后再把小杰的尸体扔出来转移警方的怀疑 这个女人很不正经 才刚从酒店出来就准备开始勾引下一个男人 但女人没想到的是 她曼妙的身材早已被变态盯上很久了 男人一把将女人拖进巷子里狠狠勒住了她的脖子 不久后警方就在路边发现了女人惨死的尸体 并且她的两只眼球还被凶手活生生地挖了出来 警方对尸体一番检查后发现她的脖梗处有一条很深的勒痕 由于女人身体的温度还没有完全变了 因此警方认为她的死亡时间最长也在两个小时以内 警员阿宇对尸体上的勒痕进行了测量 却发现她的粗细以及深度都与平常的绳子不一样 初步判断凶器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绳子 但又表面光滑的物体造成的 根据地上散落的化妆品以及死者身上暴露的衣着 阿宇猜测女人很可能遭遇了劫色 当时她应该正在路上走着 而凶手则从背后直接勒住了女人致死 让她感到疑惑的是 假如凶手是临时起了劫色的念头 她完全可以勒死完女人后就走 可又为何要残忍地将她眼球挖出来呢 回到警局后 警员立刻对死者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调查 女人名叫张文丽27岁 是一位专门推广汽车的模特 根据法医的尸检结果 发现导致死者窒息的凶器是一根宽度为0.5厘米左右的绳子 但是又考虑到勒痕的表面十分光滑 为此法医给出的结论是一根电线 另外队长小杰还发现死者眼眶的周围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划痕 因此她怀疑凶手是用一种不是很锋利的东西来挖出眼球的 但是具体是什么从目前掌握的线索还无法推测 阿宇对现场附近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在旁边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一张内存卡 但是打开后里面只有一张玩具模型的图片 并且经过检测还在上面发现了一枚指纹 正在警员们相互讨论时 负责其他案件的警员蓝天却带来了一个新的线索 他最近正在调查另一起针对女性的连环勒索案 有个名叫杰林的情感骗子专门在网上诱惑单身女性 并在接触中偷拍他们的裸照要挟对方获取大量钱财 而这起谋杀案的死者张文丽恰好就是勒索案的受害者之一 因此蓝天怀疑 会不会是这个杰林在要挟死者时发生冲突导致了这场谋杀 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于杰林的事情 小杰找到了其中一位年龄比较小的受害人 可他却担心裸照被曝光的事情怎么也不肯说出事情 小杰安慰女孩他们一定会尽快抓到杰林 并且对外也会进行保密的工作 女孩听到这句话才伤心地告诉警方他名叫杨夕17岁 是附近高中的一位学生 因为从小家庭贫困的缘故班离很多同学都看不起他 甚至在上课时也经常对杨夕进行语言上的攻击 慢慢的时间长了他内心就变得非常自卑 大概在两个月前杨夕在网上无意间认识了杰林 在那之后杰林就经常安慰情绪低落的他 并且还对那些恶意诽谤的同学进行了威胁 杨夕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个男人对他这般要好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杰林的追求 后来在聊天时对方曾多次提出想看他没穿衣服的照片 然而处在青春期的他压根没有思考完就发了过去 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只隔了一天杰林就露出了真面目 他用照片威胁杨夕拿钱 并且还称如果被其他人知道了他就把这些发到网上 所以为了不被泄露杨夕只好到处做兼职凑钱 可他做的这些却远远不够 杰林在拿到钱后非但没有删除照片 反而还禽兽般地对杨夕做出了伤害的事情 蓝天询问他是否知道杰林的藏身地 杨夕想到他们每次见面都在非常空旷的地方 所以他也不清楚杰林的家在哪 不过今天上午他曾给自己打电话 并约他下学后去学校旁边的公园见面 得到线索后蓝天立刻根据地址提前埋伏在了公园附近 最终将准备逃跑的杰林成功逮捕 将他带回警局后 蓝天对他的家中进行了一番搜查 在保险柜里找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多张银行卡 经过查询银行的转账记录也证实了 里面的钱都是来自那些受害女性们 面对直接的证据 杰林不得不交代了诈骗的事情 他承认这段时间以来 自己的确通过照片来勒索那些女性 但是他却否认了杀害死者张文丽 杰林称其实张文丽和他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个星期他原本想用裸照来威胁张文丽 可不料他压根不害怕 而且还让杰林拉他入 一起去诈骗那些受害者 在那之后 张文丽就凭借了他女性的身份来引用女孩们出来逛街 这样一来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迷运他们来拍照 杰林告诉蓝天案发 当时他一直都在提款机那边忙着转移钱财 而且银行里的监控录像都可以为他作证 听着他的一面之词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要将杰林暂时扣押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阿宇在调查现场的内存卡时有了新的发现 他查到了图片中的模型是一所大学办活动时送给冠军的礼品 经过对学校的询问知道了当时的冠军名叫王旭18岁 是一位学生会里非常优秀的组长 得到线索后 阿宇和警员桂祥立刻来到了他的家中 当他看见卡片时 一眼就认出了是自己的 王旭称他在平常有个做记号的习惯 所以卡片上的字母正是他写的 不过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张卡一直都在笔记本电脑里面插着 王旭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丢失的 桂祥听后询问他上午案发时在哪里 王旭称早上他因为感冒身体不舒服 所以吃过药以后就一直在家睡觉 随后阿宇也在他的父亲口中知道了王旭并没有撒谎 晚上 这个女人正像往日一样准备下班回家 可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包裹着严严实实的男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男人就将他一把拖到了草丛里 任凭女人如何挣扎他也不肯松手 第二天警方就再次接到了一位女性被害的案件 可他们勘察现场后竟发现女人的死因 和第一位受害人非常相似 二者都是先被电线勒死后再将眼球挖了出来 可小杰想到杰林还在警局里扣押根本没有作案的事件 而如今两位受害人的死因如此接近 这不得不让他想到了连环杀人的可能 随后警方对死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了调查 女人名叫刘佳琪29岁 是一个小摊上贩卖的啤酒妹 法医经过检查可以确定他与第一位死者的死因相同 都是被电线勒住导致的窒息 不过他却察觉到了奇怪的一点 在试检室法医发现死者的眼眶周围非常平滑 看上去应该是一把锋利的小刀挖出来的 可第一位死者的眼球却是被一种狠钝的东西造成的 因此小杰猜测凶手要么是在不断地进化能力 要么这就是一场模仿作案 为了尽快搞清案件背后的真相 阿宇对案发现场周边的人群进行了一番走访 从一位女人口中得知 昨晚他在下班路上曾遇见了一个可疑的男人 当时他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狗屎 按理说正常人应该会赶紧进行清理 可女人却发现他竟然毫不在意 而且头也不回地慌忙走了 阿宇向他询问男人的样貌特征 女人称他当时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 但是戴着帽子完全看不清楚脸 不过看身影应该是个比较年轻的男人 阿宇听后突然想起了在王旭家里询问的场景 他记得当时王旭的上衣就是深蓝色的 而且他的年龄也比较小 结合这些线索 阿宇怀疑昨晚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很可能是王旭 另外他还发现两位死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 张文丽是一个经常游走在男人面前的车磨 而刘佳琪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啤酒妹 他们在平常都属于穿着非常暴露 且喜欢与男人混在一起 因此他猜测凶手很可能是看不惯这些女人才痛下杀手的 随后小杰带领警员来到了王旭的家中 可面对警方的怀疑 他的父亲却坚称王旭昨天一直和他在家里没有出去过 因为他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昨天他特意吩咐过王旭在家里休息 可目前的种种线索都指向他的儿子 仅凭他的口供无法作为有利的证据 将王旭带到警局后 经过对他卧室的搜查 小杰在床下面找到了一根电线 并且经过化验也证实了杀害两名死者的凶器证实他 面对施打时的证据 王旭仍坚称自己昨天上午真的一直在家里睡觉 可他话刚说出口 忽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然后竟很干脆地承认昨天自己确实出去了 小杰看着他突然转变的态度 总感觉王旭应该是想到了什么事情 但又不肯告诉警方 于是他决定去找王旭的父亲聊一下 看看怎么可以让他说出实话 可他们到了以后敲了很久的门也没有人回应 正在二人准备离开时 一位路过的大姐称他刚才看见王旭的父亲拿着包出去了 应该是去维修什么电器 因为大姐当时看见他的包里有一根电线 听到这句话 小杰立刻感到事情不妙 难道王旭刚才的认罪是为了包庇他的父亲吗 一旁的桂祥也想起了前不久在吃饭时 他曾看见王旭的父亲王智贤 对一个酒吧的女人露出了轻孽的表情 而且还和其中的一位吵过架 当时王智贤大喊着这些女人都该死 结合他的这一举动 桂祥认为他完全符合了警方对凶手的侧血 可是王智贤这回去了哪里呢 就在这时 他想起了那位吵架的啤酒妹 难道王智贤会去报复他吗 为了避免他再次作案 桂祥立刻沿着酒吧的路线开始寻找起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王智贤果然出现在了那个女人的身后 他用电线一把勒住了女人的脖子 就在他即将快要断气时 幸好桂祥的及时赶到才成功制止了王智贤作案 将他带回警局后 被抓现行的王智贤仍在仕途脚垫 小杰经过对他家里的搜查 在鞋架上发现了一双踩过狗屎的鞋 经过化验可以证实鞋是王智贤的 小杰看他仍不死心 于是将王旭打算为妻顶罪的事情告诉了他 果然王智贤听到儿子的消息后 立刻承认了杀人的事情 他告诉小杰那些女人都应该死 因为他们和王旭的母亲一样都是无比下流的人 十年前他抛弃了自己和儿子远走高飞 而且还带走了所有的钱 再加上他身体不好的缘故 迫使王旭很小就懂事了 这么多年来王智贤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 那天他看见王旭的电脑坏了 便想着拿去维修店 在路上他碰见了穿着十分暴露的张文立 看着他不断地向路人抛媚眼 王智贤仿佛看见了他那个风骚的妻子 于是他直接掏出了包里的电脑 现狠心地勒死了张文立 为了不让这些人再继续勾打男人 他就用手里的钥匙挖出了张文立的眼球 然而没过几天 他又在吃饭时碰见了卖酒的刘佳琪 看着他在男人面前摆弄姿势 王智贤恨透了这个女人 于是他便在晚上随便从衣架上 拿了一件带有帽子的衣服 然后在骑下班的路上勒死他 并挖出了他的眼球 这天一对中年夫妇正像往日一样 在公园散步 突然他们留意到一旁长椅上的女人姿势 有些奇怪 二人带着好奇轻轻一碰 不料发现这竟是一具早已死透的女尸 法医阿明赶到后检查尸体 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就在半个小时前 网上就有一个蒙面人 曾直播预言公园会有一个女人猝死 而且此人还详细预言出了 死者死亡的具体原因 阿明刚刚已经对死者进行了初步试解 从其胳膊上大量的胰岛素注射针口来看 这名死者或许真的像蒙面人说的一样 患有糖尿病史 而他死亡的症状 也完全符合他说的 同症酸中毒的特征 再加上蒙面人预言的时间 要比死者的死亡时间早很多 阿明一会那个蒙面人 怎么会未卜先知女人的死亡呢 而一旁的罗队听后 当然不信这种在网上预言的把戏 他认为那个蒙面人 极有可能就是策划死者猝死的凶手 可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两天后 蒙面人再次在网上发起了死亡预言 一位好奇的网友 按照直播中预言的位置 来到郊区的一片树林 然后又根据黑衣人提供的路线 找到一条小路 他在不小心摔了一跤后 一起身果然在草丛里 发现一具老人的尸体 而随后阿明也对这名死者进行了尸检 结果依然和蒙面人说的一样 死因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导致的猝死 而且最主要的是 死者死亡的时候 蒙面人正在网上进行直播 所以阿明认为此人是凶手的可能性很小 罗队感觉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 因为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心脏病 这些情况一般都是死者很熟悉的人才会知道 借连两次成功预言别人的死亡 蒙面人的直播很快惹来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他也发布了第三次的死亡预告 为了直接打破别人对他的质疑 蒙面人直接开始预言三天后的事情 他称到时候会有一位老人在公园内吐血而亡 罗队看着直播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蒙面人针对的都是一些身体有慢性病的老人 为了赶在下个死者出世前找出这个蒙面人 警方直接找到猝死老人的儿子 并向其打听他父亲的身体和平时的社交情况 男人听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因为他的母亲去世的早 而他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 再加上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对父亲平时的生活基本一无所知 罗队听后继续询问他父亲的心脏病是在哪个医院治疗的 不料这一问直接把对方问住了 身为儿子的他竟然不知道父亲有心脏病的事情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一个女人来到一家私人侦探社 他最近在网上接连看到那些猝死的预言后 怀疑两个月前他父亲的死也可能是被人设计的 从与女人的交流中得知 他的父亲几年前一直患有轻微的抑郁症 不过在积极的配合治疗下已经基本好了 后来他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就没有太关心父亲的精神状态 可就在两个月前 他的父亲突然留下一书吞药自杀了 当初他只是以为父亲抑郁症加重造成了悲剧 而如今结合着两次的直播猝死来看 他认为父亲张红亮的死或许真的有问题 阿如和小野接受了女人的委托 二人来到他父亲生前经常光顾的麻将馆 在询问一番后 他们找到了两名之前与张红亮经常打麻将的老人 从他们口中得知 张老头之前看上去一直都挺开朗的 平时不但经常逗大家开心 甚至打牌赢了也经常把钱故意输回来 不过后来听说他女儿换了城市工作 老张头就开始变得没以前精神了 而就在两个月前 突然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经常来看他 也就是那个时候张红亮开始慢慢变得古怪起来 隔三差五的就会和其他牌友发生争吵 而这也导致渐渐的大家也都不和他打牌了 小野听后询问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 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征 老人思考片刻后告诉他们 此人看上去虽然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不过他好像很喜欢刻意与那些儿女 不在身边的老人接触 阿如一听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带着小野沿着张红亮生前的生活轨迹 然后一路摸索来到他两个月前自杀的公园 阿如忽然意识到 如果张红亮的自杀真的和蒙面人有关 那所有死者之间就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独居 而且喜欢早上晨练的老人 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也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发布预言的蒙面人 两天后的早上 72个小时的期限马上就要结束 没有任何头绪的罗队 按照蒙面人所说的信息来到一处公园 而这里到处都是正在沉练的大妈和大爷 就在他们警惕周围发现任何异常时 恰好跟着直播过来的小野认出了罗队 他将手中关于张红亮案子调查的线索告诉了警方 罗队刚想继续了解 不料抬头就发现有位正在沉练的老人突然开始吐血 罗队见状立刻跑过去抢救 不过一番努力后老人还是没有了呼吸 如今蒙面人的预言再次成真 而且法医阿明也对这名死者进行了尸检 从老人的内脏器官表现来看 这个名叫刘国父的死者 因为长期酗酒抽烟早已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再加上他又在服用止痛药的情况下 继续保持这些不好的习惯 最终引起了消化道出血导致直接死亡 三名死者都是因为自身的疾病突然发生的意外 阿明认为这些事件肯定是不可能被提前预知的 所以他认定蒙面人一定参与并干预了死者并发的过程 而且此人应该也与这些老人有过长时间的接触 所以才能准确掌握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身体情况 不过众人还是不明白 这个蒙面人对这些年末的老人下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找出这个与死者有接触的神秘人 第二天罗队直接找到了吐血老人的儿子刘哲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刘哲竟然对父亲的去世没有丝毫的伤心 他甚至都没有去警局认领尸体 罗队疑惑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 可刘哲却说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了 他早就想把父亲送到养老院 可无奈老人家一直不敢去 再加上父亲经常做一些让他难堪的事情 比如出去逛街是丝毫不顾及形象的坐在大街的路边上 还有每次去吃自助餐父亲都偷偷拿饭和打包 这些事情不止一次让他很没面子 于是他就在半年前给父亲租了一个房子让他自己生活 而至于他老人家平时身体怎么样和什么人交往 这些他更是不了解也不想了解 罗队一听男人的话直接怒了 他指责刘哲是个不懂孝顺的白眼狼 并告诫他的儿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像他的爸爸一样 刘哲听后直接会溜溜地离开了 阿如这边为了得到更多线索找到了法医阿明 可还没等他们开始讨论案情 不料网上的蒙面人又开始了直播 有些网友开始揭露他并不是预言家而是凶手 蒙面人为了安抚网友的情绪 直言那些老人平时活得很痛苦 所以他认为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 而恰恰是他的这句话 让阿明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这个蒙面人如此高调地在网上做这些事情 会不会他是想以此来警告那些忽略父母的子女 又或者说 他在生活中同样也是一个被别人忽视的人 正因为他理解那些老人 所以才会自我的认为死亡对他们来说是种解脱 阿明话音刚落 阿如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找到罗队并让机灵的小野在蒙面人的直播间带起了节奏 直接呼吁大家为这些可怜的死者做一场告别仪式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这些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感觉不那么孤单 阿如认为如果阿明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蒙面人也一定会在送别会上出现 第二天一大早 小野找来很多朋友来到送别会的现场 并发出抗议带领大家抵制蒙面人的死亡预言 而他故意这样做 是想给阿如争取时间去筛选人群中行为异常的人 阿如在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后 他透过人群发现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阿如刚想上去套话 不料此人竟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 几人感觉这个男人有问题 于是立刻对此人展开了跟踪调查 结果正如阿明猜测的那样 这个名叫洪志杰的男人在生活中基本没有任何朋友 不但在公司被同事孤立 就连下班后连任何社交活动都没有 而且更重要的是 罗队发现他经常会去照顾一个独居生活的老人 从二人的交谈的状态来看 洪志杰应该已经和这个老人相处很久了 罗队等他离开后上前询问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老人一听只夸洪志杰是个难得的好孩子 要不是他 自己恐怕很难从老伴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 罗队听后更加加深了对此人的怀疑 他感觉不出意外的话 洪志杰下一个下手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这个老人 果然 第二天早上蒙面人再次开始了预言直播 他称有位老人会在公园里因为痘泪过敏窒息而死 可当罗队赶到后还是晚了一步 昨天洪志杰接触的那个老人已经倒在了公园的石凳上 罗队认为这不可能只是巧合 于是立刻找到洪志杰并打算将其带回警局 而洪志杰见到罗队的证件后转身开始逃跑 而就在他慌不择路时 恰好有辆车差点撞到他 不过还好罗队及时拉了他一把 将其带到审讯室 刚开始洪志杰还企图狡辩 他称自己只是看那些老人孤单 而他也因为从小没有父母 所以才想着多陪陪他们 罗队见他不肯招供 直接拿出了在他家里发现的面罩和录播的视频 并揭露他之所以能完成不在场证明 完全就是因为直播释放的是已经提前录好的画面 而且警方还在他公司的储物柜里 找到了带有第一名死者指纹的胰岛素针管 面对证据洪志杰不得已说出了真相 他称其实他和那些老人一样 一直以来都活在被别人忽视的痛苦之中 他在公司工作两年 可同事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而且就连他们过生日 都唯独将他给孤立起来 他很清楚这种痛苦是什么感觉 而当他看到那些独居的老人 卑微地给子女打电话的时候 他不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 于是就想着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 在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后 他先是在公园偷了周大妈的胰岛素针管 然后又故意带着患有心脏病的王大爷 去山上爬山 至于吐血的刘大爷 也是因为他在早茶时刻 已送了他一瓶冰镇的啤酒 包括最后那个老人的痘累过敏症 他做这一切 全是因为他想让他们早日 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好 好好好